度依旧偏低 夜旦节要出去玩 衣服可得多穿几件 接着张宇秋方贤特别导 天气冷 除了多穿衣服之外呢 有些民众也会戴着所谓的能量手环 能量项链来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不过来看到这个叫做Power Balance的能量手环 在欧美地区大热卖 还有明星球员加持 但却因为广告发大不实 在澳洲踢到铁板 上个月消费者组织实验证明 能量手环根本没有特殊效果 下令要厂商撤销不实广告 还要让消费者退货 而居在台湾的代理商 目前也不敢开买 漂亮的空中单手扣篮 NBA的台湾小子 林书豪爆发力十足 仔细看他手上不管在哪里 都会戴着这个白色的手环 不只他像是足球金童C Lonado 还有NBA球星Onier 还有Lama Uden 也同样热爱这款能量手环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看看网络上的广告 没戴手环前 单脚站立不稳 戴了手环之后张开双手 不管别人怎么推却稳如泰山 我们实力到球场上直击 也有不少人带着打球 这款手环单价少说都有上千块 宣称可以产生能量和磁场 增加身体的稳定平衡和弹性 甚至消除疲劳 不过现在在澳洲已经被实验证实 根本没效 医师也提出警告 那是一种金属成分 像钛啦 像褶啦 等等 其实这些金属的东西 并没有这些所谓的 增加你的能量的功效 被踢爆的业者现在下令停手 就算是台湾的代理商也不敢开门营业 看来想在球场上增加自己的爆发力 还是得靠努力比较实际 记者陈志明吴志颖台湾报道 想要增加自己的能量呢 最好还是要多休息 来看到去